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若拉主教不动声色 赵大人究竟想说什么 无他 贵国若真心帮官府剿匪 便应该听从我们的调配安排 这么多军舰入港 风险实在太大 请理解我们的苦衷 赵光义不卑不亢 唐若拉主教眯了眯眼睛 自从十七世纪 葡萄牙国王宣称 主教地位遵于总督 以及任何地方王侯和高官之后 官府和仆人的矛盾 向来是他来调和 哎 我与赵大人也是老兴使了 这些年官府的海关和我们的海关一直有摩擦 我总能从几位下属的嘴里听到你的名字 嗯 零四年 我逮捕耶稣会教士二十四名 你带人上门 没等我回来 就直接带走了其中四名华人 零六年五月 在你治下 一名澳门土生士兵用火枪打死了三名中国人 我们请求官府宽容三天时间处理 你不允许 并立即处死了他 拾君之路 担君之忧 没错 没错 我只是想说 唐若拉语气阴沉 我一直觉得你 好爱事啊 一个带血的枪眼 洞穿蓝色官府 赵光义颓然而倒 血洒一地 满场哗然 郑达张口欲呼 被一枚铅弹射穿喉管 鲜血染红胸前鞍唇吐案 惊呼 怒骂 呐喊 刀光和枪声乱作一团 码头上 顿时开了锅 陈文沿海水师 率皆老弱 军械残缺 又战船博本就丁 雨击击破 远不及遗弃之兄弟兼顾 做何敌 四次废驰 何以宿边威远 嘉庆十四年 林远府任梁广总督前 于夜向皇帝上折中枢 六月 英国舰长巴斯特率领的十二艘瓦斯科战舰 在驶入广州兴风当天 炮轰兴风码头 击乘官府船只静摆 仅仅一天 便夺取周边所有炮台 三天时间 炸毁广州官厅 冲破城墙 五天不到 广州沦陷 政府夜山人 迅国 广州将军扶林流亡 不知所踪 凤天 江浙 福建绿营兵池员 被仆人水兵各处死死拦截 损兵折将 整个华丹沿海 处处风火 官府号称巡海战舰九百艘 可侍逢即战 早年蒙冲大舰 已经拆解 剩余战船长期搁浅沙滩 风吹雨淋 腐朽不堪 红毛凶猛 又事发突然 官府竟然毫无还手余地 李延风风火火回到大雨山 他听到这样的消息 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开门一道 不过如此 也在李延回归大雨山的当天 他无暇顾及哭闹着 想要回法术典籍的郑秀儿 也顾不得骤然病倒 两天也没有吃一口饭的林元府 全因为蔡迁 派人送来的书信 把客套话去掉 修辞去掉 用弗林这位宗室将军 最气急败坏的语气翻译 就是 书记 我给 多给 海盗 海盗我不缴了 昭安 俸禄 官军 名声 你要我东方 不只是红旗 是南洋 所有海盗 只要把红毛鬼 赶出广州 你们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 发笔救我 不 发笔救国 嘉庆十四年六月初 海上巨寇 大老板蔡迁 广发情帖 他凭借其多年为南洋群道提供销赃渠道 潜梁兵器的强大影响力 照请红旗帮天宝仔 安南都护 妖贼张和 宝传王 林阿金 义使朱奔 黄其帮徐龙斯 三旗抗红联军 凤尾 矮牛 红头 白底群道 齐聚海上菜市天博司 商讨大事 什么事 一个是 红毛鬼要占广东 大伙管不管 再一个是 都要管 哪一家做头领 一向温和的蔡迁 这次也把狠话摆在明面上 皮脂不存 毛浆复烟 来了就是朋友 谈不拢 好聚好散 不来 不给我这个脸 那就是翻脸 我保证整片南洋 没人再敢卖你一粒粮食 一颗子弹 姓蔡的是生意人 说过的话 没有不算的 这句也一样 蔡迁之丝 官府的狗腿子 没好事 凭什么非得去 他姓蔡的算哪根葱 不去 凭什么不去 武器里头 大雨山说了算 这次举事也得是咱们说了算 现在的问题是 不是咱去不去 是带多少人去 没说的 把这些年家伙事都晾一晾 火炮摆上 打船开出去 你没心眼啊 是商量不是打仗 你的船炮都带去了 当猪头鸟啊 张和根咱狗脑子都打出来了 三级的头领现在还扣在咱们手里 他们的人 能带少了 听上 大火炒成了一锅粥 基本上 去 是共识 可问题是 带多少人手船只去 谁去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南洋百年未有之变局 广东沦陷 南洋群道聚集 要找一个能说了算的 谁在这个风口浪尖 做了朱大道的一把手 在某种意义上 是统一南洋 做真正南洋海盗之王的基础 几个堂口头领吵得欢 李延却一语不发 朝义开始表态说得去 之后就没有说过话 李延开口 大伙顿时安静下来 朝义哥 你说去 那你说 我带谁去 朝义沉默半晌 两个人都是在同一件事上 犹豫不决 无论带谁 秀尔得去 这也是夫人希望的吧 接着说 李延点了点头 朝义小心翼翼地 看了李延一眼 秀尔是正式血脉 整片南洋 没有任何一家 敢对国姓爷的后代说个不字 咱们带着他 也算招牌 不是招牌 李延打断了朝义 他终于下定决心 咱去 李延站了起来 他神色坚定 人不用多 我点 这次去 目的就一个 把秀尔 扶上大蒙的头领 朝义看家 李延点了二十艘航行最快的闸船 两百门火炮 一百整高鲤鬼 进千轻壮 智农等五十几个五婆仔族裔 至于扎小刀 丹娘 黑旗鬼 薛霸 秀尔 不必多说 除此之外 李延还带了一个人 林元甫 你触发了额外严甫事件 传起海盗女王的出生 内容 辅佐郑秀尔成为大海盗联盟的首领 并成功驱赶红毛子 评价标准 是联盟规模 以及驱赶红毛子成果而定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甘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